大家好 我是小徐 今天给我们狗设 装了四个摄像头 那边死角装了一个 靠山体那边的死角装了一个 狗狗屋子房后面 每个死角处装了一个摄像头 这样的话以后我方便去医院的时候 在手机上也能看到我们这边的狗狗了 也就不用那么操心了 方便了很多 今天是搬到这边的第七天 大部分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现在还剩下狗狗洗澡的地方 人洗澡的地方 这些东西还没有做呢 搬过来第七天 然后费用我也大部分都结的差不多了 就是一下又多增加了20多只狗 在20多只狗打疫苗做绝育 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但是我现在搬过来 捡了很多的费用 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了 挺发愁的 基本上现在搬到这边 一个星期 接的费用 差不多现在还欠人家一些 再加上我问朋友借的一些 还有 其他地方借的一些钱 你看我外面现在欠 七八万吧 七八万都不止有可能 不过慢慢缓 不着急 前面还可以赚 黑狗狗建立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说是 我一个人 但是我养了这么多毛孩子 有这么多爱心人士 帮助小学 真的非常的感谢 然后明天的话想要买个太阳能 但是我现在手头是真的紧了 挺吃紧的 不说那么多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狗狗 然后他们玩的地方 还有今天要装的摄像头 让你们欣赏一下 咱们的新环境 然后希望你们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哦 也希望大家看到这条视频呢 能支持一下小学 支持支持这些毛孩子们 谢谢大家 爱你们哟 在这边 往後 有这一幕的胸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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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